清明节马上要到了嘛 就是他的那个第二个儿子 他们要那个就是记一下嘛 他们一般我们这里的那个传统都是烧荤菜去记的 然后烧血婆 就是我跟他们说荤菜不能烧对吧 他们说记的话就是烧素菜可以吗 实际上你要是给他们说最好的方法烧菜没用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那个要供水果 供水果 就是家里就是摆一下供水果 对烧菜你说烧菜的话一般的都是在下面的人才吃的 那他的他第二个儿子估计还是在下面吧 因为不叫讲的 这种东西没有念过小房子怎么会出来啊 对他虽然就是经常到庙里去 阿姨花了很多钱五千块五千块到庙里去超度 但是他做梦还是做到啊 不知道 这种我就不讲了 不讲了 好好的修这份念小房子吧 那还有就是如果就是家里人就是烧了荤菜 去那就是一般要磕头啊什么的 这个这个灰菜灰菜蔬菜啊 在家里人再吃进去可以吗 不好的啊 你说好不好 给死人吃过的东西你会吃吗 你比方说死人用过的衣服你会用吗 所以过去人都不懂的啊 不能做的啊 嗯 要倒霉啊 嗯 听得懂吗 哦 好了好了不能再问了 哦 又要自私了 哦不自私不自私 嗯 我就是反馈一下 好吧 太太已经跟你说了 这几个问题你就要记住 要救人 要生心救 要全攒念经 嗯